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太模糊了对不对 各位 还有贝婷 贝婷现在大家应该很熟吧 因为我们刚好前面两集播吐槽家族 都是贝婷演的吐姐 所以小朋友一定对贝婷还是记忆犹新的 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又三更半夜 我现在真的是三更半夜 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七分 我把贝婷从他们家叫来 原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故事 是一整个系列 我们总共做了六集 是一本经典的儿童文学 叫做绿野先宗 有一些人会把它翻译成 奥兹国立险记 他的作家是李曼法兰克·鲍姆 重点是原本第一集的绿野先宗 我们是有邀请到一位 身份比较特别的小朋友 他叫做小飞 不是啦 叫小飞 今年才九岁哦 亲仔细听我说 因为小飞呢 她是一位血癌的患者 她的心愿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录故事 我们原本呢 就约好了要录故事了 可是因为 她在接受完化疗之后 发烧了 身体很不舒服 那我们当然是以小朋友的身体状况 为最高指导原则嘛 所以我们小飞 在之后我们再安排时间来跟她一起录音 我在帮她写脚本 听说她很喜欢寇袋神探 所以我们再安排十月份 再写寇袋神探的故事给她录 那现在能够来救火的 当然就是 他们家离我们家只有三分钟的 跑成的贝婷了 他刚刚又 秒速一百公里的速度 一百公里 那我们中华民国得到奥运 金牌的日子不远啦 以后大家就叫贝婷龙卷风好了 今天我们的故事也跟龙卷风有关哦 故事要开始咯 陪我在梦里飞翔 绿野仙宗 原著法兰克包姆 改写梗启文 冬雨文化发行 第一集 一场龙卷风 这里是哪里 我是谁 我还不及 你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 中间有一段 乌拉 咕咕吧 这个是 这个是 圣国一国的语言 对 圣国一国 因为小妹要升国一了 听不出来吧 升国一的小孩 噗啦噗啦噗啦唧的 她很惊慌啊 她真的很惊慌 她不晓得这里是哪里 怎么回事呢 今天小妹演的是陶乐斯 陶乐斯在故事世界里 可是非常有名的 她是一名孤儿 但是还好 她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照顾她 亨利叔叔和爱母婶婶 她们一起住在美国的 堪萨斯州的大草原上 她们的家很小 房子很小 但是天很大就对了 还有一个 用来躲避龙卷风的地洞 那小朋友 你们千万不要觉得 龙卷风就是被停造成的 不是这样子 如果造成了这样子的误会 我想家长是会不开心的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刚说 她们住在美国的堪萨斯州 她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 她的位子就在美国的正中心 她以前的名字不叫堪萨斯 叫做南风之人 一听就有风的感觉了 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她没有什么高高的树 没有森林 那我们没有这种水土保持 大家就知道后果是什么了 风一吹就会有沙尘暴 所以她是一个居住品质 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背景 不过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 我困了 什么 你已经困了 我还没讲到重点 那我背景就交代完了 还有堪萨斯州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漫画人物 是超人 超人也是出生在堪萨斯州 好我就不再交代背景了 我自己的亲生孩子都困了 刚刚那个 这里是哪里的 桃萨斯 她之所以搞不清楚自己人到底在哪里 是因为她在几个小时之前 被一阵超级强大的龙卷风吹到了天空了 怎么回事 虽然亨利叔叔和爱母婶婶 立刻带着桃萨斯躲进他们家的防空地洞 可是呢 就在桃萨斯抱着她的小狗狗 她一根小宠物啊 叫小狗 托托 准备要跑去地洞的时候 屋外传来了龙卷风的咆哮声 吓得托托 从桃萨斯的怀里跳了出来 飞快地躲到了床底下 桃萨斯啊 赶快跑过去抓住她 托托快出来 要躲进地洞才可以 桃萨斯好不容易抓住了托托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一阵刺耳的风声呼啸而过 屋子剧烈地摇晃了起来 桃萨斯失去平衡 就跌坐在地板上了 还有买咖 买咖 咖 咖咖 你讲话逗点也逗太长了吧 他的咖咖就是屁股啊 好痛哦 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屋子转了两三圈之后 竟然脱离了地面 像气球一样的升上天空哦 狂风呼啸 陶乐斯和托托 就像是在儿童乐园 坐海盗船一样 被晃过来 又晃过去 小狗托托不安地 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那这Double晃 外面晃里面也晃 结果一不小心 就从火板门的洞口 掉了出去 亲眼看到托托掉了下去 现在屋子又被吹得那么高 陶乐斯觉得 托托一定是 凶多吉少了 好耶 没有 你不是这样的 你重新念我写的台词 谢谢 托托 现在才第一集 你也感恩太早了吧 我会想念你的 祝你一路好走 阿弥陀佛拜拜 陶乐斯是一个 想得开 乐观开朗的好孩子 聪明有恼 太真相 对对 他就是想得很开 好 放心 我们的故事里 没有人也没有 小狗会死掉的 又一阵神奇的事发生了 陶乐斯看到 托托的耳朵 竟然从洞口漏了出来 托两只 那就不太对劲 怎么回事 耳朵漏出来了 聪保沙没有整个人掉下去 原来屋外强大的龙卷风气压 竟然拖住了 接住了拖拖 不但没有让它往下掉 反而往回飞了 陶乐斯赶快爬到洞口 拉着拖拖的耳朵 把它给拽了上来 然后立刻关上了那扇火板门 防止意外再发生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 屋子依然在空中飞翔着 原本陶乐斯是很害怕的 因为这飞是一回事 降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总是有掉下去的时候 他觉得到掉下去的那一刻 他们肯定就是嘎了 不过这趟飞行实在是飞太久了 久到他都不想怕了 怕不下去了 怕太久了 而且那个屋子一只 晃啊晃啊 摇啊摇的 就好像是在婴儿的摇篮里一样 把人摇得昏昏欲睡 陶乐斯忍不住 爬到自己的床上 躺了下来 拖拖呢 也是看得开的小狗 就趴到了他的身边 跟陶乐斯 跟他的主人一起 进入梦乡了 晚安 不知道睡了多久 等陶乐斯醒来时 发现啊 屋子已经没有再晃了 明亮的阳光 从窗户外面照了进来 他飞快地跳下床 走出屋外查看 哇 这一看啊 真的是把他给惊呆了 我惊呆了 你呆了 对呆 不是那个呆啊 虽然反正就有点呆啊 但是呢 不是因为这样呆的啊 不是原本的天然呆 而是啊 他觉得太惊讶了 他们不但没有摔得 粉身碎骨 而且已经安稳地降落在一个 山明水秀的地方哦 这里跟刚刚我们说的 像沙漠一样的 堪萨斯州可完全不一样呢 这里绿草如荫 树木茂盛 鸟语花香 陶勒斯看到 远远的有三个男人 和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他们呢 显然是成年人啊 是个大人了 可是 他们的身高 却跟陶勒斯这个小孩 差不多哦 而且 他们的衣着打扮相当的奇怪 头上都戴着圆圆的帽子啊 就像那个生日派对帽啊 常常尖尖圆圆的 走在最前面的女人 穿着一身白色的美丽长袍 她的长袍上 装饰了很多亮晶晶的星星 在阳光下 就像钻石一样的闪闪发光 她来到陶勒斯面前 对陶勒斯深深地举了一个弓 接着说 轮被停咯 珍贵的女魔法师你好 非常感谢你刷死了东方坏女巫 把蛮之巾国的人民 从她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 蛮之巾国 是一个很奇怪的陶勒斯 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国家 你说我杀了谁 杀死了东方坏女巫啊 你看 你把她的房子压扁了 不是的是 你把你的房子压扁 他没有那么胖 因为你知道 现在快十点了 对一个小学六年级生 国一的孩子来讲 真的是困了 非常的辛苦 我们再给贝婷一个机会 要看什么 你看 你的房子把她压扁了 对 没错 是房子压扁了 东方坏女巫 陶勒斯啊 就朝北方女巫指的方向 一看啊 刚刚说话的那个人是 北方女巫啊 哎呦 吓死人了 陶勒斯啊 下巴差点都惊掉了啊 她看到 叔叔婶婶的家 那一栋房子 真的压住了一个人 那一个人啊 只剩下两只脚 露在屋子外面啊 人都被压在屋子下面了 也好 不要让大家看到 她这个扁扁的样子 太可怕了哦 而且 这一双脚上还穿着一双 银色的鞋子呢 哦 我的老天 现在叫救护菜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哦 她不但先被屋子压扁了 又被她最害怕的阳光照到 现在已经整个融化消失了哦 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只是一个意外 我该不会被抓去坐牢吧 我是无辜的 别担心 这个人是一个坏女巫 她超级坏 非常壞 我們只要他被你壓扁了都很高興 現在準備去開一場Party 你要一起來嗎 不然 我內向75% 現在只想回家 請問 這裡是哪裡 奧茲國是由東南西北 幾個城邦組成的 這裡就是東方的蠻枝金國 而我是北方城邦 吉利金國的女巫 好的 幸會幸會 請問你知道從這裡要怎麼回去 凱莎石州 你已經聽了那麼久了 你還自己住的地方那麼陌生 凱莎石州嗎 說大宗御書工具可以刷悠悠卡嗎 凱莎石 看薩斯 凱莎石 那怎么办 我不回家的话 我的叔叔和婶婶 还有我的妈妈 爸爸妈妈姐姐 哥哥弟弟 你不是孤儿吗 反正他们会担心我的 哎呦 这样听起来也是很严重啊 像小朋友 你们出门一定要跟 爸爸妈妈先交代啊 跟家长说 要不然会很担心的啊 陶乐斯县到了一个 什么奇怪的国啊 他要回凯撒斯嘛 不然叔叔婶婶会担心的啊 北方女巫呢 想了一想 可以怎么帮她 她沉思了一会之后 就说 现在恐怕只有 奥兹大法师能帮你了 奥兹大法师 这是谁呢 小朋友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 之后每一集都会出现 奥兹大法师 是奥兹国的精神领袖 住在奥兹国的首都翡翠城里面 传说中 这一位奥兹大法师的法力强大 无所不能 北方女巫捡起了 坏女巫遗留在屋子前面的那双 银色的鞋子 交给了陶乐斯 你穿上它 就能证明你消灭了东方坏女巫 说不定奥兹大法师看到了之后 就会答应帮你哦 为了回家 虽然不太想要靠近这双 这个死人穿过的鞋子嘛 不过陶乐斯啊 还是勉为其难 因为北方女巫都说了 要穿上去 人家说不定就会帮你 所以她就穿上了 这个颜色跟我实在很不搭 请问翡翠城在哪里呢 陶乐斯都真心诚意的发问了 北方女巫呢 也很热心的 跟陶乐斯说明了 她说啊 那个奥兹大法师 住的翡翠城 就位在奥兹国的镇中心 跟那堪萨斯在美国镇中心一样 都是镇中心 通往翡翠城的路 是用黄色的砖块铺成的 很好认 不过这一路上 可能会遇到不少险阻哦 不用担心 我会给你一个魔法之吻 说完 北方女巫就在陶乐斯的额头上 轻轻地亲了一下 在陶乐斯的额头上 这样骂了一下之后 就留下了一个 若隐若现 就是好像看得见 又好像看不见啊 叫做若隐若现的魔法硬气 有了这个硬气 就没有人敢伤害陶乐斯咯 陶乐斯赶快弯身 抱起了她的小狗托托 爸爸你也亲她一下 好吗 不太方便哦 我上次亲一只小狗 结果牙缝卡到一根狗吗 哎呦 卡了好几天都踢不出来 这总是我不想发生第二次了 好了 我要去参加狂慌派对咯 拜拜 说完外向九十的贝婷 不是不是 外向九十的北方女巫 还有那几位啊 也是爱爱小小的啊 蛮之惊小矮人 就一起消失不见了 今天非常感谢贝婷 即刻救援啊 来帮我们录了绿野仙宗的第一集 那接下来呢 每一集都会非常精彩 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出现哦 希望小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哦 因为真的很可爱很好听 那我们也祝福小飞身体 赶快健康起来 我们就可以一起录故事了 今天谢谢贝婷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好听吗 希望你喜欢 如果想要用叮叮当当的方式 鼓励我们 你可以在本集节目的资讯栏里 找到一个赞助连结 点下去 我就会变成大富翁了 小妹 不会变成大富翁了 但是 有了大家的赞助和鼓励 我们可以制作更多好听的故事 小妹一家说故事的路 才会走得更长久啊 妈妈还会不定期制作特别节目 感谢赞助我们的你哦